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eclare 6章35节我们来看一下 OK 6章35节我们看一下 他在翻译的时候耶稣说 但是这个词好像 Declare Declare是什么意思 Declare是大声的说正式的说公开的说 OK 所以Declare是在阐明 比如说现在他在阐明共产主义的重要性 这个可以用Declare 他不是私下关起门来在闲聊 他是公开正式的说 我们叫Declare OK Declare 好 那如果一般的say 我说Right OK 我们可以来讲这几个字 OK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Declare Declare是正式的说 OK 正式公开大声的说 他宣 他是阐扬 他表达自己的意志 他公开的说 他没有什么好隐藏的 这种是Declare 声明 这个政府今天声明 他们明年就要跟印度一起合作 开发某个经济区 这个叫Declare OK 所以是公开正式的说 say呢是什么 talk是什么 say跟talk有什么不一样 talk say跟talk有什么不一样 say也是说 talk也是说 对不对 是不是两个人之间说 talk是不是两个人之间说 talk是现在他跟这个人说 talk是啥 他现在在跟他说话 这个叫talk say是什么 对 就是自己说 say是他说出来什么东西 OK 有一点不太一样 talk的话 也有对象的 对不对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但talk比较强调是 我们口语上的在那里说 我叫他去洗澡 OK 我当时正在跟他说话 那个说话 那个动作叫talk OK say呢比较是陈述 他说什么东西 他当时说了什么话 或者怎么样 这样子 所以say跟talk有点不一样 Declare就更正式 我在那里声明 我在那里大声的说 我正式的声明宣告 我现在信基督耶稣了 我宣布 耶稣基督进入我的个人的生命 作为我个人的救主 这个用declare 你不会说say right 你不会说say 你不会说talk 不会说talk talk强调的是那个 那个说的动作 他当时与他说话 我当时跟他一句来一句去 一句来几句的那个对话 那个叫talk say呢就是他嘴巴上 我听到他这样说了 可是declare是非常正式 大声的声明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比较大的事情 OK 公司的老总正式宣布 我们2023年一个投资企划案开始了 OK 我们国家的总统正式宣布了 这条铁路要开通了 正式宣布我们开始建造什么什么东西了 正式我们2023年这个新冠疫情结束了 他正式宣布了 声明了 那是declare 所以这个不一样 OK 好 好 还有没有 进行 有优优独立的 在这边 有优独立的 对 在这边 不应该 有优独立的 咱远独立的 咱远独立的 感谢观看